UH大家好,我是Taka U18的比賽已經在台灣開始舉行了 先跟大家說一下,其實台灣在U18這個層級是很猛的 面對日本的甲子園明星隊在前兩屆的賽會都沒有輸過 而且近兩屆的U18都拿下冠軍 這個階段台灣棒球的實力還是相當堅強 可是在進到城棒之後卻有越來越追不上的感覺 這方面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值得大家去反思一下 今天我來介紹一下這屆的日本代表隊 先說一下我甲子園看的真的不多 日本的高校野球某種程度上已經可以被稱作是一門學問了 我自己會關注日本高校野球大概都是從下甲的8強 然後到U18再到選秀前有關注而已 所以如果有什麼講錯還是介紹的不夠清楚的地方還請見諒 那這屆的日本隊沒有出現高二就入選的大物選手 投手的部分從他們在國內舉辦的高中大學日本代表的熱身賽來看 這屆賽會的王牌投手應該會交到前田優伍的手上 前田優伍,來自名校大阪同英高校 高一的秋天球數就投到145公里成為正選隊員 還一躍直接成為對上的王牌投手 當時就吸引到了一堆球炭的目光 今年的孫甲他還在首戰就投出了14K的完投勝 下一場再投出了11K的完投勝 不過最終止步於四強 目前最快球數是來到150公里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日本高校野球是禁止兩段式投球的 不過前田在對日本大學的熱身賽中 把自己的投球動作改成兩段式了 看起來也收到蠻好的成效,完美的壓制了兩局 下一個看到得到商業高校的森皇城 森皇城的身材條件非常好,183公分89公斤 今年在下甲的地區大會上5場出賽全部完投 45局的投球送出了44次的三陣,只失掉3分,防禦率是0.60 還被測到最快球數來到149公里 是個非常標準的本格派投手 有球蛋表示他的投球看起來有穿上線生二式的樣子 下一位,石葉海翔,是一位左手的側頭投手 應該只是被當作功能型的投手而入選的 可能會在關鍵時刻專門用來解決左打 球數不快,但就是出手動作很特別 關於他的資料真的很少,應該也是不會在今年進到職棒 下一位看到來自名校日大三高的安田虎太郎 安田是一名滿有趣的投手 身為名校的王牌投手,但最快球數只有143公里 在甲子園的媒體報導中給了他一個頭腦派投手的稱號 他擅長用配球來讓打者難以掌握進雷點 決勝球是在台灣這邊被稱為螃蟹球的球種 需求也是有一定的水準 否則還搞不好在附賽對上台灣的話會是派他出來先發 下一位看到霞之浦高校的牧村優人 剛剛介紹的前田優武可以說是這屆最受矚目的左頭 而右頭的話就是牧村優人了 二道流的牧村最快球數能來到150公里 控球也是受到不少球彈的讚賞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他的投球動作在進到職棒後應該會被大改 高校通算是打出了17日的拳雷打 在對大學生的撞行試合中也展現出不錯的壓制和化解危機的能力 這些日本隊只帶了三個外野手 也許牧村會上場守備也說不定 再來看到來自沖繩上學的東恩娜倉 東恩娜今年從地區大會一路帶領球隊打進甲子園的第三輪 最終才敗給了今年的王者輕盈易俗 東恩娜最快球數是147公里 不是到頂快可能是受制於只有172公分的身高 可能也是這個原因沒有受到太多球彈的特別助記 但我個人看起來覺得投球完成度挺高的 教練團也安排他擔任U18首戰的先發 算是給出了相當程度的肯定 據說他的父親希望他在高中畢業後先去讀大學 未來的動向也是可以稍微關注一下的 再來看到今年仙台玉英兩大王牌之一的高橋黃西 高橋的最快球數可以投到150公里 身材條件也非常不錯 183公分 85公斤 不過高橋在和大學代表的撞行試合中 算是被前輩好好的教育了一番 投了一局被打四字安打失了3分 不知道日本隊是不是要讓他在賽會上擔任關門投手呢? 再來看到這兩位以投手身分入選 但在撞行試合中以打者身分上場的伍田、陸九 還有中山優越 伍田簡單來說就是那種會被人稱作天才型的選手 能投能打 左頭最快球數147公里 打擊方面是高效通算31發的拳雷打 在那場撞行試合中伍田擔任5棒的指定打擊出賽 也是單場為3有打出安打的選手之一 伍田他非常受到這屆日本U18監督馬淵史郎的賞識 通常二道流出賽的可能性比較低 但應該可以在打擊區和投手球上都看到伍田的身影 而中山優越也是屬於這種運動能力極強的選手 最快球數可以投到146公里 全雷打是通算13發 在球隊沒有投球的時候守備位置是游擊 今年的下甲大會三場出賽投了18.2局只失了3分 然後還帶有4成的打擊率 中山也在撞行試合中代打出賽並接替守三壘 不過中山是表明了畢業後要先去讀大學 所以又看到他在職棒場上要等到4年之後了 接著看到捕手的部分 這屆高校捕手獲得比較多關注的其實是得爆選人的哭忠娜 不過很可惜他沒有入選 入選的三名捕手也都有被球探助記 但就是關注度稍微低了一些 在裝行試合中先發的是星期攻界 來自冰松開城管高校 178公分85公斤 今年也有打進下甲大會 在隊上是擔任3-4棒 也有在甲子園打出拳雷打 高校通算是九轟 二壘主殺的最快紀錄是1.93秒 打擊和守備都有一定的水準 而在那場比賽替補上場的是尾形素人 是來自仙台運高校的正捕手 今年帶領球隊打進下甲的決賽 在位上6場出賽打出了5x22的打擊率 還帶有兩隻的拳雷打 在打擊能力上應該是比星期還要再來得優秀一些 主殺最快也是有被撤到1.97秒的水準 尾形有左打的優勢 應該會試情況和星期輪替捕手 而也是以捕手身分入選的四地龍城 是跑打手兼具的天才型球員 來自名校明德藝俗高校 在隊上是擔任主戰捕手兼4棒 同時也能守三壘 在壯形式盒中被安排在1棒1壘手的位置出賽 估計在U18賽會上他也會是前段棒次的人選 其他野手的部分除了森田大翔以外都是球隊的主戰遊擊手 而守三壘的森田大翔壯形式盒時擔任4棒出賽 今年下甲大會3場打出了兩隻的拳雷打 高校通算是34發的拳雷打 差拿能力非常受到教練團的肯定 在今年的子棒選秀會上也會是一大熱門人選 接著看到在壯形式盒拿下游擊先發的小林準翔 小林來自棒球名校廣林高校 今年廣林在賽會前被視為奪冠的大熱門 就是因為正中有主將小林還有另外一名超級大物真鍋會 不過可惜在第二輪敗給了今年的王者輕易易俗 小林在高二就成為隊上的四棒 高校通算是25轟 在手臂和腳層上也都有著很不錯的能力 而也是來自仙台玉英的主戰游擊三田休野 其實受到更多球碳的關注 個人覺得他在正賽應該會是游擊的先發 三田的守備能力已經有被不少球碳表示有職業等級的水準 在速度方面也是有著不錯的發揮 身為右打跑上一壘最快是被撤到4秒18 同時他還能上場投球 最快球速是144公里 他也表示將會在今年投入職棒選秀 另外也是在守備方面表現更出色的 是來自聖光學院的高中醫術 打擊方面還是有一定的能力 但和前面的一些大物相比遜色不少 估計在賽會上會是擔任二友的守備組的任務 最後一名內野手看到的是徐芳蓮 來自橫濱高校 身材條件並不出色 169公分69公斤 但他在高一就以出色的守備奪下先發游擊的位置 還是在名校橫濱高校 可以見得那過人的天賦 徐芳也是有收到一些職棒球碳的關注 但他也是決定要在畢業後先去讀大學了 最後看到是三名的外野手 幾乎可以說是整個日本隊人氣最高的 應該就是玩田湊斗了 場向基本是日本捷尼士團體出來的那個樣子 而且是來自偏扎直76的新英藝術高校 什麼概念呢? 大概就是神奈川縣的建宗的意思 因為是升學取向的高校 他們的野球部是不用理平頭的 這些都造就了玩田的超高人氣 除了長得帥又會讀書以外 玩田的球技也是相當好的 今年他在下甲大會打出超過4成打擊率的表現 其中冠軍單的首打席還打出他賽會的首支拳雷打 幫助球隊最終奪換真的是價值連城 不過玩田的志向可能也不是要進到直棒 就目前的一些消息看下來 可能會先直升京藝術大學就讀 下一位看到來自仙台運的橋本航河 橋本這邊就有點特別了 來自名門高校還是球隊的1棒中外野 今年在下甲大會也打出了4成58打擊率的好表現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看到太多有關他的球團資訊 對他有熟悉的朋友還麻煩再補充一下了 不過橋本的打擊還是相當有實力的 大家也可以稍微關注一下他的表現 最後一位看到是來自沖繩上學的知花勝之助 知花是能守外野也能擔任捕手的選手 今年他擔任球隊的開路先鋒 和前面提到的投手東恩納昌一同帶領球隊打進甲子園 知花在攻守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現 作為捕手也能傳出1.97秒的主殺 而他好像也是比較先偏向去讀大學再看要不要打直棒 以上是這屆U18日本隊的簡單介紹 和城棒一樣選下來總是會有所謂的遺珠 像是打破高校通算全壘打記錄的佐佐木林太郎 還有剛剛提到過通算62轟的真鍋慧 來自九州國際通算31轟的佐倉霞師郎 以及享榮高校的東松快增 也是極速152公里的好手 比較可惜沒能在賽會上看到他們 這屆台灣和日本順利的話預計會在副賽碰頭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進場看看比賽 這些日本選手中可能有人會是未來日子的超級明星喔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